潛水客海底看到一个大网子卡在礁石上 而且网子不断往外漂浮 再靠近一点竟然有生物受困 一只海龟被网子牢牢缠住 这时候潛水客赶紧上岸请求支援 绿细龟终于被带上岸 不过已经明显死亡 这画面让许多志工看了相当心痛 绿细龟虽然生活在海中 但仍然已沸呼吸 依旧必须游到海面换气 绿细龟碰上海底的渔网 无法脱困因此丧命 绿细龟丧命的地点 就在小琉球西部隔板湾外 50米到100米的海域 它的身体长70公分 宽40公分 专家研判是一只幼龟 却来不及长大 依渔越法65条的规定 处3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环 近几年渔民使用刺网在渔球地区捕捞的量是非常的少 偶尔有一些可能是漂流的幽灵的网具 可能不小心会去勾住一些海龟 屏東小琉球一向被誉为海龟天堂 为了保护海龟 港内三海里范围禁止渔川使用流刺网 但是海底却赫见一张大网 导致绿细龟缠困头颈死亡 相关单位将进一步追踪调查 避免再让汉事再度发生 既新闻王仲军郭俊宇 笑语制采访报道